哈啰各位晚安 好奇怪哦 今天看到一个等待的画面 在外面等好久 等待画面什么意思 就叫我等 然后感觉就是白 那个不太像真的在等 所以我退出去再进来 这东西好帅哦 好累哦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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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我今天想再想一個那個問題就是那個就是來參加參加會議的 要不要自己在自己的ID前面要加個加個我要參加班班學之類的 這樣可以避免掉殭屍帳號 不然像昨天那個那個狀況真的有點糟糕 就突然有個人進來畫那個筆記畫一個畫一個畫一個猥褻圖 真的很糟糕耶 笑 好 欸 歐頂那動動我一下 欸 慢慢來慢慢來 OK OK 哇 你的 欸 你的背景 我在度假 喔 開玩笑 開玩笑 對啊 沒辦法 沒辦法出門啊 可以啦 其實是可以去剪頭髮 像有一些理髮店他還是 比較專業上道一點 會叫你戴著口罩他幫你剪 很奇妙的體驗 我就是前天去這樣去剪的 我就喔 現在可以喔 好 那就差不多 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開場 好 等一下喔 等一下 哇 開出來 看一下 因為今天好像有點新朋友 好 確定一下 好 確定一下 有看到我那個共筆畫面嗎 就是HackMD的共筆畫面 有的 OK 昨天 昨天就有點小尷尬 就是 一直看著我的 電腦桌面 沒有東西 你是很多螢幕是嗎 沒有 就是 呃 後來有多 我老婆去 去他們公司搬一顆螢幕回來給我用 哈哈哈哈 那這樣子的話 分享畫面 是分享 你可以指定螢幕是嗎 對對對 就是你可以指定一個螢幕來用 對啊 喔 下次我可以分享一個 就是 有個朋友捐 就是送我一個那個什麼 呃 那個 截取卡 那截取卡可以一對二 就是它可以分 分給 分給另外一個螢幕 所以你就會 欸 覺得 喔 可以這樣做 下次可以分享一下 好 那 簡單的開場 呃 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晚上的斑斑學 那 斑斑學的活動 它其實是 就是一個 呃 社群的 呃 自學跟共學的一個 一個 一個過程 那 因為在防疫期間 所以 我們透過 透過來自不同的社群發起 一起發起這個 防疫辦學的活動 那希望透過在這個時間裡面就是 透過每個人來擔任 擔任引導者 那我們就可以去 陪伴彼此 學會一個新的東西 一個 或是 討論一個話題 或是研究新的一個 一個技術這樣子 那 這個活動非常仰賴大家的 的 的陪伴 所以如果你想要 你對這個活動有 非常有認同感 或是你想成為下一個引導者的話 歡迎在 HackMD這邊寫下 你想要 想要引導主題 或是在 斑斑學的社團裡面提出討論 那 斑斑學的那個引導者 他不必要說你一定是 很厲害的人 而是你對這個主題有非常 強大 而且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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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情感 所以如果你有 對這個有興趣 對你想要分享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歡迎你來 來提出 那在過程中也許就會 呃 會獲得很多人的補充知識 或補充經驗 那在 交涉跟學者兩個 兩個過兩個動作中間 大家都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就是 引導者不僅只是教學 他也是學習這樣子 那參與者也不僅只是學習 他也有可能在 呃 教導這個部分 那 斑斑學的活動這邊有 呃 在這個共筆裡面有分成幾個區塊 一個區塊是許願池 許願池的話就是 你可以許願你想要聽什麼主題 或者是別人看到 呃 這邊有人寫下一些許願的主題之後 他就會 就會覺得說 哦原來這裡也有人想要聽 那我來擔任下一個引導者 好了 所以就 許願池的功能 功用在這邊 讓更多有熱情的引導者知道說 哦原來這主題也有人有興趣 然後再來是規劃中 就是說 已經有些主題已經確定了 只是他時間還沒 確定下來 就會放在這邊 然後另外 欸 等一下不太對 呃 對不起 有個帳號很奇怪 呵呵 對 好 那 就不好意思 就是 那已經確定下來的主題跟時間的話 我們都會放在這個第三個區塊這邊 就是 呃 我改的資源自己都念不太出來 有點害羞 然後 所以我們這邊的已經固定的活動已經把它列入在這邊了 那歡迎大家就是看到有空空缺的時間坑的話 歡迎大家 這樣填進來 那接下來 就是 呃 這邊有陸續一些主題 那大家可以回頭 過來看這邊 這個部分 然後這裡就是我們過去辦的活動 然後我們會秉持open source的精神就是會把紀錄分享 直播出去 那那個紀錄的 的活動 過去辦的活動的紀錄我們都會放在這邊 如果你對某個主題 想要回頭再回味 或是想要再看看過去的活動是什麼類型的話 建議大家可以來這邊回 回頭過來這邊看 那 最後 就是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反正你有 想要有什麼 辦辦學的各種問題啊 或是想要成為引導者的各種想法 或是建議 就歡迎在辦辦學的社團提出來 那如果沒有其 就是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就 就把那個麥克風交回 交給Odin 那有感謝 非常感謝Odin 他能今年引導的跟大家分享有關於 遷入硬體跟邊緣運算這個主題 感謝Odin 耶 好 謝謝大家 我是Odin 那我先分享一下我的畫面 等一下 我先把他取消一下 不好意思 沒關係 好 那這個首先 歡迎大家 大家願意來參加今天的活動啊 想不到這麼邊緣的題目 大家會有興趣 OK 我看一下 我把這個弄小 那 呃 我不算是很常參加這個辦辦學的活動啊 通常我都不太講話 因為 呃 我工作上有時候晚上要看Code 所以我都不太能講話 但是有些題目是 真的還蠻讓我 就是可以讓我從另外一個觀點去了解 Devulper或Maker 怎麼去看 這些技術 所以我就有點至高奮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跟我工作有點相關 但是 呃 今天我不會講太多工作的事情 我會講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然後 像剛剛宏基說 這是比較像是 那個 比較像是那個 雙方的討論 讓大家在 過程中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打斷我 可以跟大家做進一步的交流 就是 這個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然後請大家不要客氣這樣 那這是本來的題目 但是我後來改一個 我比較想要的題目就是 邊緣人陪你邊緣運算 欸那請問大家看得到我的畫面嗎 應該看得到齁 可以可以 那這個題目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本身我就是一個比較邊緣的人 就是 不太 不太會 很會Social 那 反而 讓我比較 有時間去專員一些技術 然後 今天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這樣子 那 今天了解答就是 不沒說 就是Ghost 5之夜 但是其實 呃 不會太深 不會太技術 然後主要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 的討論 那首先 呃 我是誰就是 我叫Odin 然後我中文叫沈羅明 那 我的領域是這個半導體 然後 呃 我現在在服務的公司 是一家做IP的公司 然後 我的領域是主要是 做這個 車用跟AI啊 那 這是大家看到了我 那 有時候我會參加一些比較 算是商商商商商業上的演講 那主要裝了自己很像很牛逼啊 那這其實是我深深的我 就是在家就是 有時候Concord就是 上半身穿個襯衫 下半身就是短褲光著腳這樣子 那 會 透過這個 因為現在大部分人都walking from home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在網路上 然後就 假裝的好像很專業 但其實上也是一個 這個 還需要很多學習的啊 就是 有些地方還是 很多東西都是要邊做邊學這樣子 那 剛才提到說 因為我的 我比較做的領域是在車用啊 跟AI啊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會問我 這AI的問題啊 所以我會花一點時間去研究 那等一下我會把我的心得 跟大家做個分享 那 剛才是工作上的我 但是個人上的我其實就是 我是 我以前是念這個 資訊工程的 就Computer Science的 那我以前就是一個programmer 然後 我五年前開始變比較做marketing 但是 就是 因為這一年work from home 又開始又開始寫一些程式 那同時我也是個爸爸 然後我也是個maker 所以 在沒有work from home之前 就是會花很多時間跟陪家人啊 然後去做一些 在一些平凡的事情 找一些不平凡的 找出一些不平凡的點這樣子 那 這邊是一張就是 我跟我女兒飛踢的照片 那 我們就這樣一直飛踢 飛踢的大概一百多張 就是每去一個地方 我覺得好像不錯 我們就來飛踢一下這樣子 那 有點像是一個 生活的一個紀錄 然後用這個方式去 紀錄我們的每一天 那第一個剛才我提到的一點就是 什麼是ARM 那 我相信各位很多業界先進 之前我聽到有些session 會講到像是 RexiPi 或者講到是 Aduno 或者講到是 ESP32 或者什麼 Json Nero 或者是Intel的 他們其實都是代表的是 不同的CPU的architecture 那 ARM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我把一個wiki page上面 的一些解錄出來 它其實就是一個CPU的架構 那這個架構會決定說 你的軟體會用怎麼樣的 processor處理器去執行 那 軟體就變成是我們上層的應用程式 或者說我們要跑的這個work alone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說 假設我要跑一個program 我可以在手機上面跑 我可以在車子上面跑 那我可不可以在IoT的裝置上面跑 我可以跑在8bit的裝置 16bit的裝置上面跑 那等一下我會真的這個部分 跟大家分享 那在這之前我想說 先讓大家知道 這個公司到底在幹嘛 因為 說實話就是我來 我在這個工作 公司工作了六年 其實 到現在我慢慢還是不知道 我公司在幹嘛這樣子 我相信這個就是一種 就是不好解釋 但是就是說 我從一個就是 Wikipage上面跟大家說明 那等一下我有別的觀點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 什麼是架構呢 那不免俗就是要 就提到說 它到底能做什麼 它就是 但是在背上這個架構之上 大家可以去開發各自的CPU 或者各自的Processor 像是一個很成功的範例 就是像Arduino 或者像是Armibar 或者像是ESP32 或者像是Risri-Pi Pico 它們各自各自都是一種chip 裡面都搭載了CPU 或者是Processor 那Processor上 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些 市場定位 那目前來講 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 在半導體產業上面 我們現在的這個出貨是蠻多的 那 也因為這樣 所以這幾年來 一直有一些被收購的傳聞 那應該也是很大部分 來自於說 他們很多公司 對於這個 這個很大的這個 市場率是有興趣這樣子 那 架構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 我們提到的是說 你做一個CPU 你做一個Processor的一個重點 就是一個它的核心 那 具體來講它是什麼 其實 它在遍佈大家的生活當中 舉例來說 大家的手機 大家的數位電視 大家的Chromebook 或者是WOA 其實它裡面都搭載了一些CPU 在裡面 那 右邊這張圖就是說 不同的CPU 不同的 Soc上面 它可能會搭載的不同樣的 Possessor 那Possessor 可能有大有小 可能有不同的功能 那基本上 你就可以把它想像是個 積木一樣 那 有時候我去學校演講 講到這個 大家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我只要講一件事情 大家都很有感覺 就是說 我就問同學說 你們 你們打算 你們怎麼選下一隻的手機 你看到那個規格 什麼小龍888 或者是天玑1000 它其實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參數就是說 什麼樣的CPU 多少核 跑多少頻率 那不同的核數 不同的頻率 跟不同的Cache大小 就會決定於這個chip 這個手機的規格的高低 那這些手機的規格就會 Depends on 就是會依據這些IP的規格去做決定 那 UN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軍火的一個角色 就是提供不同的IP 給高階手機 中階手機 或者是Future Phone 各自有不同的規格 那就是 有點像是科普 讓大家知道說 UN在這個市場上面做什麼 那 我這邊先 停一下 我怕我講太快 那不知道 各位慢慢學的這個夥伴 有沒有什麼問題嗎 如果大家有問題可以開麥 對 不用客氣 對對對 或者害羞的話 也可以在聊天室留言 讓我知道 是不是 就你不是殭屍帳號 因為我真的 我現在有一半的路易 是在聊天室 在那個參與者帳號這邊 因為有些看不出來 我實在看不出來是 是真的 對對對 所以大家可以補充一下 對 對就是 我相信 因為我 就是比較多做的是商業演講 那參與講說實話 就是他有固定的時間 固定的題目 然後 講的內容也是被公司 設定好的 那 講說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可以比較open的跟大家談 然後 就是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像是 像是 對於 對於 哪些東西 有些東西 大家不用客氣 就是我還會繼續往下購 那不用客氣 有什麼問題就直接開麥 然後 吐槽啊什麼都可以這樣 OK 對沒有問題 對 那剛剛有一個朋友問說 我是不是在案工作 對 我是在案工作 這樣子 對 但是我今天不會講太多 產品推銷 就是我覺得講這個 比較沒有什麼意思 這樣子 O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在手機之外 然後 像是在車子上面 那為什麼車子 我會特別提就是說 因為我也看車子 那車子上面現在很多的 我們看到很多的車子 它會有更多的電子裝置在上面 以前是 傳統式指針儀表板 現在是數位式的儀條板 以前 那個 那個 這個 娛樂系統跟那個 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儀表板是獨立的 現在是整合式的 然後未來現在看到很多車子 它提供說 Label 2它可以有做自動輔助駕駛 所以上面有很多的computing 那 在這塊也蠻多的著目 那另外就是server 那現在很多的server的公司 它說它不是based在傳統的架構上 它是用一個on的架構去做CPU 去設計它的這個server 那這個部分也算是一個 新的一個area 然後這個是 也是解釋一下 這個architecture上 它特別會複用的場景非常多 那剛才講了很多 那 這邊講請問一下 大家覺得有什麼地方我都會逗到的 哪一個哪一個產業或哪一個segment 我漏到沒有講到的嗎 有沒有人有 有沒有人有 察覺到我漏了哪一個部分 我講了車子 我講了這個server 我講了手機 那 有一個 就是我特別沒有 在前面沒有講的特別重要 就是IoT啊 那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其實我們其實這個 這個斑斑學之念談了很多 像是 我剛才講的很多講 Arduino啊 或者講ESP32啊 阿米巴啊 然後 Recipe 其實它都算是在 範疇在IoT的範疇 它有這個 有 有 的能力 它有一些 的能力 但是它不需要 搭載一個很複雜的 Linux的作業系統 不需要跑Android 它不需要很大的屏幕 那 但是這種量裝置 它其實是 散佈在這整個 我們的生活當中啊 像是 這邊圖上說的是 你的家庭裡面 你的智慧手錶 或你的智慧程式 或者是零售業 或者是工業產業 其實很多都有 那我記得前幾次 我們有提到說 有一位朋友 他把他用他的那個 他用自己做那個 ESB32的板子 去取代他的那個 那個 機車的儀表板 我覺得這就很屌啊 就是說 哇這也是一種IoT啊 他就把這個 這個裝置 跟他的這個 Bluetooth連結起來 那 如果 他的手機可以上網 或者他這個 他這個儀表板可以上網 其實他就是一個 完完全全的IoT裝置啊 那 這樣的這種 這樣的 千級拐敗 或者是說 百花齊放的這種 IoT應用啊 其實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啊 那 這也是為什麼我 我會特別想要講這個題目 因為 剛才講的什麼 手機啊 什麼 Server啊 車用 其實都是我們一般的Maker 或者是 自我興趣者 很難接觸的領域 嗯 但是IoT反而不是 IoT反而是很 很親民的 你可以隨便去 Arduino 就是買一個板子 然後你就直接去 Arduino 裝他的ID 你就可以去玩一些程式 嗯 那 這是我個人的興趣 那 然後我接下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 另外一個就是 AI嘛 那 現在什麼都要AI 那個 電冰箱要AI 烤箱要AI 電視要AI 上次我看到一個 那個電鍋也要AI 就很多東西都在說 強調他有AI的能力 那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點 就是說 當AI跟IoT結合會變什麼 就是 台灣 特別是台灣 很常講一個term 叫做 A IoT 就是AI加上IoT啊 那 它有一點是結合這個 IoT的這個 高覆蓋率 容易去使用 然後 Cognitivity 無限想像空間 再加上一些 Intelligence 一些人工智能在上面 那這種AIoT的應用啊 我認為 台灣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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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就是很好 預產的一個環境 因為我們 很多的這個 自我興趣者 像各位 或者是像是 很多的這個產業都在這裡 然後很多的 highway的馬球廠都在這裡 然後 現在AI又越來越親民了 那 我認為這個 AIoT在台灣是很有發展的空間 對 那 我 然後就是說 像是這邊提到很多板子 其實就是我們剛才知道 之前講 Arduino啊 然後這樣這個 SpotFly SpotFran 然後這個Risipi 跟STMichael 那 這邊問一下大家 就是 我相信大家都像之前 像皮霸 或者是幾位 幾位這個先進 你們都有用過板子嗎 那 你們有什麼comment嗎 你們大概知道 它裡面用的CPU 大概是 怎麼樣的等級嗎 皮霸 你被點到了 沒有 就是跟大家 先聊一下 就是說 好像我講得太正式了 不好意思 就是那個 有點解嗨 這樣子 皮霸 誰叫你要做那個 那個機車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等級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等級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等級 是 那 就是說 其實你不需要知道什麼等級 你只要知道你的C code寫得對 你的Memory控制 不要再讓它的MCU跑爆掉 其實它都可以執行 那舉例來說 你今天在STMichael寫完的一段Code 你可以完全在這個Ajuno上面 你可以重新再寫一次 它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限制 它其實沒有那麼多的限制 那其實這就是一個 在現在我們用起來覺得很自然 但其實這件事情是真的是還蠻神奇的 為什麼神奇的 就是說我們不用再被 我們在做這個 我們在做我們自己的Creative的這些 我們不用再被硬體限制住了 我只要知道說 它只要是同樣的CPU架構 就算它今天是M3 M4 M7 基本上它都是可以複用的 那 這樣的好處是會比像是有些 比較像是什麼 DSP啊 或者說你要把 X86的Code Pol到這個上面 來的這個 這個GAP 就是來的這個 需要做的這個工作 會變得很少 那 我相信這也是一個 為什麼 很多的這個社群 Maker的社群會 會很喜歡用ARM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很容易去使用 你覺得說 我今天在Arduino 但是我今天Arduino的效能不夠好 那我就換STMicro 那我覺得STMicro 只有一顆CPU 我要跑兩顆CPU 我就用Pico 就是USB-Pi的Pico 那假設我要更多的Sensor 假設我有什麼特定的IO 我就可以再選別家 那它提供的這個彈性度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那 呃 這是我覺得一個很大的一個 的這個IoT 需要這個這個產業上需要 就是你要少量多養 你可以能夠去在不同的產業中 不同的應用場景都可以使用 這樣 對 然後 欸怎麼感覺 對 就是我覺得好像太正式了 對 我正在補充一下 聊天室裡面有人提到 陳武說M0M4 就是剛才那個問題 然後那個哲文是說 Under Under 100MHz 是 然後 Joy是說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MIPS MIPS 是另外一個CPU的 Architecture 那在這邊的板子 我有特別選過 是沒有MIPS的 但是MIPS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CPU架構 那 它的 它的 它 其實是更歷史更悠久的一個 一個 一個CPU Architecture 那 你給我講的是百萬指令級 哦 OK 哦 對不起 我沒有把 我沒有把 我沒有把白音收好 FMIPS跟MIPS OK OK 非常好 太棒了 不是講別人就好 就是說 多少百萬指令級每個cycle 那 這 這個是很假 就是說 怎麼說 就是說 像我們的CPU 我們在我們電腦PC會跑什麼 2點多GHz 那其實這是一個clock rate的標準 但是 它不一定能代表 因為 X86 它是屬於CISC的架構 它是這個 不是經典級級 它是複雜的直徑級的 所以它沒辦法代言說說 一個clock cycle 就只是一個intraction 那 在暗示Risk的架構上面 你可以想到說 基本上一個 一個clock cycle 可以執行一 理論上可以執行一個 或者是0.9 0.8個 所以你可以從它的這個clock rate 你就可以換成說 它可以在每秒鐘 可以執行多少intraction 那 有些板子是M0的 像這個 Pico是M0 兩顆M0 然後這一片 STMicro是M4 然後這個 這個Nano好像是M3還是M4 我忘記了 它各自有不同的CPU的 這個等級的差別 也就是說 有點像是 就是一台車的是運動版本 或者是那個旗艦版本 或者是那個豪華旗艦版 但是它都是 都是差不多一樣的底盤 然後差不多的引擎這樣 對 好 那這是一個簡單的給大家概念 那 市場上面有看到的 可能會看更 但是不是開發感看到的像是有一些 是 一些手 手環啊 一些一些 這些這個 煙霧偵測 或者是一些偵測裝置 然後或者像是這個 這個是OpenMV 大概 這兩三年來講 在社群也蠻紅的 它就是結合 Cortex M 就是Cortex M7的 SD Micron Chip 加上一個 Camera 然後它的 它的這個 IO是跟 跟那個 Arduino相融 所以你可以用這樣的 Module 它本身就可以用 Cortex M7 做一些Image Processing 然後你可以用 GPIO去做一些延展 那 這樣的板子 其實 它已經可以跑一些 像是Machine Learning的東西 舉例來說 你可以跑一些簡單的 就是 Image Classification 就是 那個 就是C810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 手寫辨識 你可以做一些 或者是 如果不用Camera 你可以讓它做一些 語音的辨識 就Keyword Spotting 那 在 在 在一年多前 其實我很滿熱中 做這方面的這個 這個 Demo啦 那等一下我會秀一兩個 給大家看 那其實真的很容易 那其實也不太需要什麼 太多的 effort 你只要 用一些 open source tool 去open source compile 你就可以做出來 那 比較 比較 比較難的是說 做出這樣的東西之後 你要怎麼把它變成一個 變成是一個 商用化 或者你怎麼變成一個真正的 application 中間還是有一些 要大家一起 一些腦力激盪的 然後 然後 其實它全部都是software 就是 不管你今天跑的是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硬體上面 但是它其實都是software 那你的software 那你的software可能是來自於說 你自己寫的 可能來自於說 你跟tensorflow lite做 tuning過的model 可能是來自什麼 啊 或者是來自於 google 或者來自於這個facebook 都有可能 但是它都是一個software 那這個software 能不能夠順利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去執行 那這是開發者最在乎的嘛 那 常常有一些developer跟我說說 欸 我有一個很酷的一個model 可是 我就是不知道怎麼把它放到這個 IoT的裝置上面 那 我們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這件事情其實 說實話不難 說實話也不需要什麼effort 它需要就是一些open source的tools 然後一些tutorial 它就可以帶你怎麼做 那 甚至現在看到很多就是說 它不只是講的是 你在這個裝置上面怎麼做 而是它跟一些cloud-based的可以做連結 那 這邊我特別列一家叫做這個edge-inplus 它其實也是一家新創公司 它是based在歐洲 然後它是multiple side 就是每一個founder都來自不同的地方 它就可以直接用雲端做training 然後做deploy到一個adrenal的板子上面做 像是一些keyword spotting 或者是做一些這個簡單的這些image的辨識這樣子 那 之後有機會我可以跟大家多share一下這個方面 那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是一個幾乎是一個沒有成本的 那它的這個slogan是說 你不需要有phd的degree 就是你不需要有phd的這個學歷 你就可以把machine learning change to model 然後放在一個硬體上面 那它可以support硬體還蠻多的 那 so far 目前為止這個solution都算是open的 就是說它不需要license 不需要費用 但是未來我覺得它可能慢慢就會朝向收費的方式 但是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一種 它從這個aiot的這個市場需求去找出一個它的solution的一個 一個可以 可以有貢獻的地方 然後就開始讓吸引很多的developer參加這樣子 然後另外就是像是microsoft的adule 它有一些IoT的hub 它會去用它的IoT的cloud去跟一些很 它的adule的cloud跟很多IoT裝置做連結 那 這也是非常有趣 就是說 之後我也可以跟大家share一下 這個 怎麼去連接這些IoT的裝置 我看一下問題 喔 ok 對 剛剛有一個朋友提到說很多Wi-Fi的AP是MIPS 那這個MIPS應該就是那個CPU的MIPS 那 就是Espresso 32之類的這些 這些 這些 MCU 它是MIPS-based 那 大家也可以關注像是那個 阿米巴 阿米巴也做蠻多是Wi-Fi Wi-Fi的soc 那個就是就是un-based 那 之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兩個的差別 這樣 對 然後 Risk-Fi Risk-Fi也是一個好題目 就是Risk-Fi也是另外一個CPU architecture 那 就是 CPU architecture的遠近是一直持續的 那 以前是X86 MIPS 然後ARM 然後現在Risk-Fi 那 呃 在某些segment 它其實現在是蠻活躍的 那因為它的 Business Model很不一樣 然後也蠻多 學術單位 他覺得他要做研究的話 很方便使用這個 那 我覺得這也可以大家可以關注 那 呃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就我的觀察跟大家分享 我認為這些不同CPU架構的差別在哪裡 嗯 對 好 Demo 那 做一個簡單的Demo 那 這是我跟我小朋友做的 這是一個 這是OpenMV 它可以變兩種 顏色 然後用兩種顏色決定它是 狗還是貓 當它變成是狗的時候 就是 紅色 當它是熊的時候 就是藍色 嗯 然後我小朋友再換一隻狗 它就變紅色 然後等一下它會再換一隻熊 然後就變藍色 變紅色 就是 就是 就可以玩一些這樣的 那我們甚至不需要有一些 很很高深的這些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技術 我們只要知道 Transfer Learning 是什麼 我只要去給它一些 一些 一些 Sample 然後它就可以從這些 Sample去 Retrain 出合適的 Model 那 這樣的 Demo 其實就已經展示是說 這個 AIoT 啊 就是做 邊緣運算 其實 真的不是需要一個很深的這個技術能力 你只要有興趣 你只要找得到一些 開源方便的方的方案 你就可以很快去做出你的手術學 那 那 我再下面一頁 下面一頁 下面一頁是一個 Demo 就是 它就是 用 一樣用 一個 Cortex 8 的裝置 接一個 Camera 那我可以去做這個 CVAR 10 的 Object Detect 那這個 Demo 大概做出來的三四年了 那它就可以去判斷說 假設我前面有一台車子 它會告訴我 這台車子的信心程度是多少 然後這台車子是多少 那你可以去用這個方法去 像是 現在很大被 很常被運用到一個人間是什麼 智慧水表 嗯 就是說你把你的水表 不要改動那個水表 在水表上面接個 Load the solution 就是低解析度的一個 Camera 它就可以去幫你去 自動 抱你的這個 抱你這個水表的 數據到雲端上 那這就是一個 現在還蠻常 聽到的一個 Use Case 那 或者說你可以做一些什麼 Audio方面的啊 你可以去偵測說 你聽這個馬達的聲音 你聽它的聲音 或者你感受它的震動 你發現說它是不是 這個馬達需要有不正常的現象 準備要壞了 你就可以去通知 通知這個 通知 通知這個公司 通知這個維修人員去提早做更換 嗯 那 呃 我這邊先停一下 看大家什麼問題 嗯 對 那這個 好像 我把場面搞得很冷 嗯 不好意思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沒有 不是不是不是這樣 因為有時候那個坑坑太深開太硬 然後就會 是嗎 對 因為昨天 昨天 昨天在彈那個卡 曼迪波也是這種進度這種 這種很 很很很很厲害的狀態 沒有 大家都專心聽 都聽到 因為我要反應 就不然就是要 像剛才那個琵琶突然被點到 嗯 怎麼是 我很專心在聽 怎麼會點到 所以我還可以繼續點人嗎 哈哈哈哈 沒有就是 要用這樣就是說 呃 剛才是我大概overall的 就是說 到底這個邊緣運算 到底要怎麼做 或者說我看到的這個分享 那可不可以請就是 呃 大家跟我聊一下說 你對這個邊緣運算 你有什麼想法 或者說 你你你有做過什麼有趣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嗎 OK 好 等下我回答 那我先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看你有沒有相關有什麼 限制好 這個非常好 這個我之後的slide 剛好是cover這一塊 那等下我會 進一步的跟這個 跟仲敏這邊 再再再分享 具體一點 那 那還是 那我先可以cue一下仲敏嗎 那宋敏你 聽起來你對這個 TinyML其實是 應該是有一些 研究 那你有對他有什麼期許 你希望可以用這個來做什麼嗎 應用 或者說 你有做過什麼樣有趣的project 謝謝 那個 我自己本身是有做一些 像興趣的project 或是公司的project 那有的時候 受限於客戶那邊 能夠deploy東西的這個價格也好 或是 這個deploy的environment也好 所以我們會用這個 Arduino啊或是Raspberry Pi 那有的時候就會要用到一些 machine learning的東西 像是判斷 東西震動的時候 有沒有代表什麼異常 或是一些 computer vision的東西 對 但是目前用比較 用過幾次像是 Jetson Nano有用 那其他的就比較少 只是之前知道說像 Arduino Nano 33 它可以跑 TinyML 所以想知道的時候 它有沒有什麼一些限制 像是Model大小啊 Parameter的尺寸啊 或者說對於模型 structure 它有沒有什麼要求 這個很感激 謝謝 OK好啊 這個是好問題 就是說 對 那重啟你要還是你先回應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回應 我覺得很熟 我真的又是一個專業的提問 OK OK 這個 這個 重明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說 我其實也常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欸我有一顆的律師筆牌 那老闆叫我跑那個 那個Mobile Net 他需要每秒Inference 十張 做做不到 那答案是 Depends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看到很多這個Machine Learning的Model 它其實都是一些Open的Model 那些Model就是 可能比賽的結果 或者是說有人Contribute 就貢獻到這個 Upstream到這個 到這個Github上面的 那這些Model 其實 基本上 如果你問那些很 很專門做AI的公司 它其實不太會用那些 Open的Model 它會做自己再去重新Tuning 或者它會直接 還有自己的DataState 重新再做個Trending 原因是因為它希望把這個Model 的大小變小 那更Persize一點就是 它希望把這個Model 的權重變小 因為 假設以Mobile內 它可能要個二三十Meg 的這個 的Waiting的大小 那基本上 你Restify是可以放 但是你放在那個 Adjuno是絕對不可能的 Adjuno的Memory 就是Mega等級的 那你怎麼可能放的 這麼二三十Meg 的這個Waiting在上面 那 也因為如此 就開始有人說 那我不要跑原本的Model 我用個TinyML的一些方法 去把它swing down 就把它變小 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一個 framework 就像是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 它基本上就是你可以把它想像 就是TensorFlow 針對Pi 就是TinyML這個segment去 Octumize過的一個比較小的一個 Runtime 比較小的一個TensorFlow的一個Runtime 那如果說你是要跑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 在一個MCU上面其實是做到的 那在TensorFlow Lite的官網上面 它其實有一些Guideline 像是Adjuno的也有 像是SD Micron的 像是很多的板子 它都有對應的一些Guideline 它可以教你說怎麼做這個Porting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強調的是說 你不是MobileNet 你今天跑的是像是 就是Inception V3 或者是VGG 那很抱歉 我覺得就算TinyML 可能也幫不了太大 因為它需要的Model 大小實在是太大 它的那個內容的複雜度太高 所以回答這個 重明問題說 是可以跑的 但是就是 我建議你可以先去看 TensorFlow Lite For Microcontroller 它裡面的那些Reference 那以那個當作一個Base 那你的Model 如果比它大很多 那你可能要去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去比它變小 或者說你要再 換一個比較Powerful的平台 那如果說你的這個應用跟 那裡面的那些Model 大小差不多 你只是要做一些People Counting 那你直接就是Apply TensorFlow Lite Micro裡面的一些Source Code 就很容易的你可以去 在CodeTestN的裝置上面去執行這樣 那這是目前的Practice 那 TinyML 在現在有在做一些開發 是針對像是TVM的一些Compiler提述 那目前這個部分還在開發 所以好像還沒有很多人 直接在使用 但是我相信可能到了年底 或者是明年初 會有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一些Software 那可能會更容易的把這些 更容易把Model放在這些 這些小的 這些Low Power的Device上面去做執行 那先很很簡單跟你回覆一下 等一下我們可以 我等一下後面會有一些比較detail 實在我可以再跟你 再跟你說明一下 那不知道還有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朋友 願意分享一下 你怎麼使用這些 這個ML在IoT的裝置上面 尋求有人有沒有想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常好 張哲文 這個問題 我沒有ray過 但是等一下我會介紹這個部分 沒有ray過 對對對 哲文這個問題 問得很好 因為為什麼 我很開心你問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常常被人家問這個問題 那等一下我直接會做一個demo 就是為了不要讓都是我一個人在那邊嘴炮 我等一下會做一個demo給大家看 然後你就不需要先買個硬體 先測試它行不行跑 你再回來 你直接在這個virtual的平台上面去做驗證 那等一下我會做一個demo給大家看一下 好太棒了 這兩題我都準備到 那還有沒有朋友有什麼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2W券 關於這些 就是各家cloud service的solution 或者是各方面 我盡我知道都可以跟大家做個分享 OK 好 那我想我就先繼續 那大家有想要問題再跟我說 就是 剛才提到的是說 Machine Learning其實都跟software有關係 那 剛才提到說 在不同的CPU的上面 你只要是用同一套 用同一套2W券 你都可以 做出來coder 給不同的codesm的裝置上使用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為什麼在Machine Learning 可以這麼的flexible 這麼的彈性度 就是說 像是不同家的這個2W券 或者是compiler 其實它都有去embedded一些 我們預算好的像一些 middleware 就是一些這個library 那這些library就是在 我現在這個 滑鼠指導就是我們的 假設這是我們的硬體的cpu cpu之上是你的application 是你的seql 在中間我們會有一個middle layer 那這個middle layer 我們已經把它定義好 說你要怎麼去寫這個程式 那舉例來講 Arduino上 其實你要去program一個gpio 其實它已經固定了一個 的程式的寫法 你只要寫什麼什麼.io 它就會去targo那顆gpio了 那其實它的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已經把這個底層的API都包好了 所以你只要寫上層的call 你不用去擔心 當你執行這個API 它底層的行為是什麼 它已經全部被包含在裡面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可以讓開發者 或者像是developer很快速的去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切換 你不用去擔心說 我現在用了這個A這個API 到換一個平台 我用B這個API 都不用 你就是用固定的這個 這個library就可以了 那在machine learning的世界也是一樣 我們會提供一個machine learning的API 你只要上面去code這個API 你就等於是 你把convolution的每一個layer 當作是一個API去執行它 你就code out一個function 你就可以得到你的結果這樣 那這就是software部分 對 那如果各位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 那我這邊可能不多講 你們可以去 這邊有一些link 我會後會把slide寄出來 有中文跟英文的 那你們可以去follow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tutorial去去做的 然後 也順便幫我衝衝流量這樣 這是 這是我大概兩年前 喔 對 三年前喔 三年前寫的 那有些data可能沒有那麼up to date 但是它的概念上是對的 然後有 大家遇到 polling上有問題 就不用客氣跟我說 我可以再幫大家做 做一些說明這樣子 那 剛才有幾位朋友遇到說 欸那 假設 code test and the performance 不夠 或者說 我今天 想要去試試看 我到底這個processor的能力 要多好才行 那其實 我們也有一些比較advance的solution 就是說 不只是code test and 我們有code test and 加上一些 新的一些highway的slide 那 這個部分我覺得對各位來講 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它目前來講 並沒有真的 很多IC 已經embedded 這個這個功能在上面 大概年底就會有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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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是Google 像是 台灣的highmass 台灣還有另外兩家公司 他們都會有這樣的IC問世 所以 到了年底或是明年初的時候 你會有 你會感覺 你會發現說這個 MCU 或者是IoT這個segment 突然 很多人都可以跑machine learning 都可以跑什麼 跑這個tensorflow 可以跑這個mobile net 可以跑這個 這個很多的audio 或者是很多這個image collaboration 可以選出up to detection的演算法 那 大概是在明年初或年底就會發生 那 這個是它的一個概念 那我就會大概跳過 但是 我要強調的是說 它還是一個open source的software 怎麼說呢 就是說 不管我今天下面的底層是 一個標準的CPU 對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會控制它 上面那張 是 請說 馬爆 對 我說剛才 對 對 在下面那一張 在下面那一張 好的 是 這個讓我們 分看一下 好 馬爆你那個雜音有點多 好 OK 謝謝 那這樣好不好 那因為剛才 我想說我可能是skip掉 那我直接跟馬爆做一個比較 比較完整的介紹 然後馬爆有問題就直接 就不用客氣再我提 然後跟我說就是說 我們認為 當這個IoT 它對這個machine的需求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我們identify 某些特定的應用場景 一定要跑AI 舉例來說 你今天要做一些 Voice的一些trigger 或者是Voice 它要知道 它要聽到你在講什麼 那另外就是說 它要看得到你在做什麼 就是Vspin 就是眼睛看的 第三是它要感覺到你的震動 那這種 在我們的這個marketing上面 我們會叫做3V 就是三種V 那各式代表不同樣的input 但是不管是怎麼樣的input 其實對 embedded system 或者對這個 對我們這個software programming來講 它其實就是一個訊號 就是一個data 你就是不管是2D的一個image 或者是一個1D的 或者你是把它做過這個 頻譜轉換變成一個彩色的圖 它都是一個data 那我要怎麼去處理它 那這時候你處理的重點就是說 你需要有computing的能力 你需要保證它這個資料的安全度 你需要有一套完整的tourchain 那你需要有很容易去使用 讓開發者很方便的一個使用體驗 那是有點像是說 左邊是需求 右邊是你需要的 對於這個需求上 你需要做到的事情 那剛才馬爸提到這張圖 就是說我們看到這個AI 其實它不只是單體的一個 像是一個裝置上面 它其實跟很多的面向有關係 舉例來說 它根據你 要執行什麼樣的workload workload就是你可以想說 你要使用場景是什麼 你的這個scenario是什麼 你的這個劇本是什麼 劇情是什麼 你是要做像剛才說的 你是要智慧水表的判斷 你是要做這個智慧路燈 或者你今天是要做這個安防監控 它其實有不同的workload 那在不同workload中 它有的是像剛才提到說 有些是machine learning base 那有些是傳統CB base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workload會決定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software的方式 去實作它 那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剛才提到說 你可能會被附用在不同的裝置上面 今天假設是 你是一個接案公司 或者你是一個個人興趣者 你可能拿不到一些很高階的 那個安防監控的一些的裝置 但是你有一些比較低階 像是jason narrow 然後加上一個camera 那你在不同的裝置上面 你要把你的演算法 你要把你的這些workload 如何導入進去 那另外就是說 像Windows11剛出了 Windows11現在是可以直接在 RecipePi上面去做執行 那不同的這個OS 在不同的這個作為系統 在不同的這個IoT的裝置上面 它有不同的Software stack 它有不同的這個compiling toolchain 它有不同的這個Software ecosystem 那你要怎麼讓你的這個model 可以在AI的model 可以在不同的作為系統上面去做執行 甚至你可能要對接的是 不同家的Cloud service 可能是AWS 可能是Microsoft 可能是Google 然後可能是Whatever 可能是中國的小米 或者是阿里巴巴 他們都是不同家的Cloud service 他們有不同家自己的這個 protocol的協議 他們的這個workflow也不一樣 那解決這個endpoint AI 就是假設你讓AI 跑在這endpoint device上面 假設你是個人興趣 我們可能只要針對的是左半邊 這兩個部分就好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變成一個商業模式 你可能更重要的是說 你的這個potability 就是你要在不同作業系統上面 做這個移植性的容易度 還有在不同cloud service的這個 的遷移的速度 那這是我們比較從商業的角度來看看 這個AI endpoint AI的一個concept 我們需要注重的一個面向 那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看阿爸這邊對哪個部分 再跟你做個說明這樣子 所以他現在已經不針對以前 所謂的sink client 跟所謂的比較intelligent client 中間在做切割了嗎 其實還是有 就是說現在就是說雲到端 中間是不是有人叫霧端 或者這樣子叫做那個smart gateway 其實還是有這樣的概念存在 但是說實話來講 就是說每一家cloud service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策略 像有的他強調的是說 我用運用創新來講 就是說有的這個做這個智慧停車場 他會強調的是說 我的每個停車位上面 我都有一個小的camera 你去照說這個這個車子 是不是有在停車 然後他會連接到一個 算是一個那個那個 算是這個停車場的一個 server 或者是那個的一個主機 這個主機他會當作是一個 叫做一個smart gateway 這個 gateway再把它 收集好的資料說 哪些位置有人停 哪些位置沒人停 他再上傳到真正的cloud上面 那這是一種做法 那但是也有人就強調是說 我就是每個端點 就可以有獨立上網的能力 他可能透過像是mash network 或者帶過別的方式 但是他就是沒有中間那個 gateway 的這個裝置就可以上一端 這種也是有 所以我個人是判斷是說 Eventually這個IoT這個segment 它不會變成是一個固定型的 這個network的topologic的這個 這個透圖 而是會各式各樣都有 那根據不同的應用場景 根據不同的需求 甚至不同的cloud service 它都會有不同的形式 所以比較不會說誰會取代誰 而是說各種各種形式 在未來的這個三大五年都會是這樣 OK OK 那 好 謝謝 OK 希望這樣可以好 那我繼續往下走 那這邊就是比較偏promotion的slide 所以我只會很快跟大家帶過 就是說 UN有出一個新的兩個IP 這兩個IP就更好的performance 那 在這個performance好的定義是什麼 就是它可以把machine learning 它可以把它的machine的throughput可以提升 那 比較用一個use case來講 就是說 假設你今天做一個application 你在collexm4上面 你每秒做一個frame 但是你用這個m5的話 你就每秒變15個frame 那如果你用155的話 你就可以每秒480個frame 那其實這是一個 算是等比例的成長 那 其實原因很簡單 就是說 在我們做machine learning 很大的一個部分 是在做一個乘法跟加法 就是所謂的mac運算 橘加運算 矩證的橘加運算 那 CPU呢 如果大家都熟悉 CPU是算是一個單線程的一個 可規明的方式 就是說 我CPU指令 一行指令 再往下一行 再往下一行 它全部都是single thread 那single thread 是做事非常 就是它是非常的精簡 然後你很容易去debug 但是它的壞處是說 你沒辦法同時間做很多 同質性的事情 那透過這個CPU或者是NPU的machine learning的提升 代表說它有很多這個parallel的電路 它可以同時做mac的運算 那好處就是說 它對針對到mac做這個compolution的時候 你就不用每一個 每一個 每一個element去做這個成法跟加法 它是直接用array跟array的相成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把machine learning的效能提升 不好意思 我問一下就是 你這邊的performance提升是指 執行model還是說training部分 ok 不好意思 我可能一開始問完說 就是我們今天講的 今天講的 所有topic大概都會focus在inference 就是在 呃 不是training 就是我已經把training model已經做出來了 然後我先用在這個 deploy在這個m-device上面的這個inference 做一次的 好好 了解 ok好 謝謝 不好意思 我一開始忘了說 那 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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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長的時間它才能夠轉出一個data 那那個是一件 就是比較 比較不是我們現在unfocus的領域 我們現在還在focus比較偏向inference 在H端的inference 那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朋友有問題 OK好沒關係 那我就先往後 好那 剛才提到的說這些東西 那聽起來好像是 就是這個eqlis也可以跑machine learning 然後但是如果不夠還有更多的IP 那 這是 這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事實就是說你如果 machine learning 不夠你就要有更新的IP 但是它會改變原本的開發流程嗎 那答案是不會的 就是我們還是會把所有的這些開發流程都變成是open source的 原因是說 我認為 未來的IoT 或者現在的IoT 就已經講就是它就是一個 它的那個 它的這個 形態是很多樣化的 有人是帶camera的 有人是帶sensor的 有人是 插電池的 有人是 是放室外的 有人是怎麼樣怎麼樣 都有可能 那 在這麼多的不同的應用產品之後 假設我們 每 不同的 就是 IoT的 它為的形態 你都有不一樣的Software的開發環境 那真的是一件蠻痛苦的事情 就是說 你為了這個 machine learning 提升 你就要再選一套 2o chain 你要去再學不同的這個 的這個 軟體開發環境 你要去了解不同的 Co structure 那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不只是 像剛才提到 Tiny ML 其實它都是這種概念就是說 我希望就算加AI 我讓使用者的體驗 使用者的開發方式跟完全 以前都完全一模一樣的 那 等一下我會介紹一下說 為什麼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說 就強調剛才上提到之後 因為我的Source code在哪裡 那 都是open的 就是我們 我們現在有個Github 就是類似Github的 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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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ganization 你可以上網去download 那你就可以download到對應的Software 那 你剛剛那個Software之後 你就可以去 在 直接在這個板子上面去做執行 它是open的 它是不用費用的 那model呢 那剛才也有提到是說 假設我今天要跑的一個model 我想先 我想知道說這個model 是不是在 這樣的highway的快速上面 已經做過足夠的優化了 那其實也是open的 我們也有在Github上面有一個叫做model ML room的一個 一個reportory 你可以在上面直接download 各類型的 不管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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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堂檢測或者是這個keyword spotting 或者是object detection 所以像一些 web facilitator 就是各式各樣的model 你在上面直接裝漏 那Github就clone下來 你就可以直接在你的裝置上面跑 所以它也是open的 那另外一個 現在台灣現在很多人在談 就是compiler 就是說 它講的compiler 不是我們所謂的ccompiler 而是說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machine learning model 我怎麼把這個machine model model will optimize 在這個 裝置上面 它有一個 怎麼去做這個 怎麼去拆分這個 這個graph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model 現在我們也是open source 你可以直接在 在同樣的這個網站上面 就可以download它 那 剛才提到說 你source code可以download 那你剛才提到說 你的model可以download 你這個compiler toorechain也可以download 那 剛才有人問到一個問題 那 但是我沒有硬體啊 我要怎麼測試 你howell的playform 都open了 就是我把它包裝成一個 像是 大概是在Windows上 就是一個ese檔 它就是一個DLL 你直接去上網 你不用去註冊 你只要去下載這個click button 你就可以download這個model 的這個simulation的playform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 有實際上的一些howell的板子 那這個板子就是 either是我們可以借你們 或者是說 你們也可以去採購 那有這樣的face model 或者有這樣的這個playform 你就可以去把 剛才講的那些toorechain toore model 你就可以deport在這個裝置上面去試試看 看它的效能到底夠不夠 看它的這個需要的memory到底多少 看它的這個 跑起來是不是有什麼limitation 它的這個feertry的感覺怎麼樣 那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認為未來的IoT的環境一定是走這樣 就是假設你是要跑AI的IoT 一定是要有一個 完成一個software 一個open source 一個toorechain 然後讓不同的開發者 可以很快的 很方便的去enjoy 使用這些technology 那我就會先停一下 然後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然後 你好不好意思 剛剛有提到那個模型 是需要經過optimize把它轉 轉變成這個硬體上可以跑 那這部分有沒有跟其他的做兼容 像是那個openvino之類 對他們也有把模型做一個IR的格式 然後再做到它的 這部分有沒有兼容 還是說我是同一個模型 我必須針對不同的平台 用不同的工具去做 OK 這個問題也很好 就是說 現在像是 另外一個例子像是 TensorFlow TensorRT 它也會做這樣的轉化動作 它自己轉化動作就是讓 原本original model 可以再透過它這個compiler 看到這個toorechain 可以讓它的這個model的使用率 這個mac的utilization更高 它可以把 某些layer做一些合併 那得到的 得到的 要達到的目的都是一樣的 那你剛才講的 的那個openvino那個有一套 那在underperforming就是這一套 那這個叫做vela 這個compiler 它可以把原本的graph 透過它的這個tooling 它可以把它變成是 更artemized的 但是 這是單向的 就是說你可以把這個model original model 變成是artemized code 的model 但是你從artemized model 沒辦法 用在別的 別的架構上面 別的highway的架構上面 因為它已經 已經變成是 特定highway這個specific artemized code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Jack提到的純軟的模擬器 一定要下載到FPGA上模擬嗎 哦是 Jack這個問題 不好意思我剛才沒講好 就是說這兩件事情是獨立的 你可以直接用這個face model 它是不需要跟highway平台 有關聯的 就是等一下我會demo一下 就是我的電腦windows 我就可以跑一個AVPE 去跑這個model 那 這是一個很快速可以去做 一個polotype 做一些exercise的一個方法 但是咧 就是 畢竟很多的這個做chip的公司 他會覺得說 這個AVPE 我只算得到一個 那個projection cycle 的intrusion count 但是我想知道更 detail 我想知道說 它到底cycle count是多少 它到底對這個memory 在不同的quity上的performance怎麼樣 這個時候才需要做FPGA 那這個FPGA 它已經是算是 我們已經做好這個hardware 那 使用者只是要去把這個bitstream download到這個FPGA裡面執行 就好了 那 對應的software就是用 剛才提到這些open source software 它就可以接到這個FPGA 跟這個FVP 這個face model上面去做執行 對 所以回答到一開始問題 它之間是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只用face model 或者你可以用FPGA 它是獨立 各自可以運作 對 這個 這個可能 可能 要 要 可能 可能 我可能之後可能花多一點時間 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說 它可能 對一些developer來講 它可能會比較prefer 是用第一個solution 那 舉一個例子來講 就是現在 在台灣 我們台灣其實也有一些不錯的 這個AI的這個 AI的這個演算法公司 那他們很想 我們跟他合作就是說 那你不需要 等這個hardware年底才ready 你現在就可以直接拿一些這個 這個face model上面 直接去做一些model的porting 那我們可以告訴你說 你這個model怎麼寫效率會最好 或者說你這個model 預期它的performance是怎麼樣 它到底是CPU hungry 它是memory hungry 還是它是這個computing hungry 好 那我想開始 應該要做一個demo了 那 大家 可以先 在上面問問題 然後我現在 跟大家show一個demo 那 那 我直接看 就是說 我 非常剛才講的那個部分 我在github上面 我在gith clone 幾個repository 分別就是說 我帶大家走一次 在這裡面有幾個folder 在這裡面有幾個folder咧 它第一個folder就是這個fbp 欸各位看到我的畫面嗎 沒有喔 沒有喔 對沒有 還是在你的簡報畫面 啊 好好不好意思 好可愛 後面是一隻螢蟻 好可愛 後面是一隻螢蟻 好可愛 後面是一隻螢蟻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我裝了一個這個 coldstone 300fbp 那這個東西 對 這個 這個fb就是說 我剛才 剛才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slide裡面就是有個地方可以點擊 下載 你就下載到你的windows平台上面 它就在這裡面 那 它是一個 完全免費 就是你不需要license 你就只要裝起來就可以執行了 然後 我先執行一個給大家看 就是說在裡面你可以找到對應的model 嗯 那個你的wsl是1還是2啊 2 2 好 呃對 欸有 我其實不知道1跟2的差別是什麼 我記得好像是模擬的方式有一點點差異 是 我應該是2 因為我記得我前陣子有把它改 改成2 然後 呃 這個裡面就是說我已經裝好了 所以你不需要 它不需要啟動license 你就可以去執行這個 這個 這個 application 那這個application 它會帶起一個像是一個虛擬的一個 板子 那這個板子怎麼看呢 就是說這個就是 下面這個就代表是LCD 就是touch screen 你可以 等一下我會秀一下 它就是 那你要丟一張圖上去 你這邊就會看到一張圖 那 terminal 這邊就是一張UR的terminal 然後這邊 這邊上面這個有一個cycle count total intrusion 就代表它執行多少個intrusion 那有這個intrusion就可以去類比說 我一個application 放在上面執行它要跑多少個cycle 或者多少個intrusion 那因為我現在是跑一個free run 我並沒有去low這個binary 所以它其實是沒有東西執行的 那我先把它關掉 那等一下我們會去跑一個剛才我們 構出來的一個model 那這是第一個repository 然後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部分是這個 就是說 model run 就是我們剛才下載 就是我們有一大堆 machine learning 的model 那在這個model的folder裡面有很多的 很多的 譬如說我找一個imageclass creation 然後這邊有像是model 他有一些model 然後他有一些tf lite 已經quantization過int8的版本 然後這邊就有這些model 那你可以直接去拿去使用 那這個部分是model的部分 然後再來 那我們再來看我還裝了什麼 那我還裝了這個就是 ML Embedded Relation Kit 221.05 它是一個算是已經 Build了一個esample的一個 一個repository 那你進去之後你會看到說 它其實就是一大堆code 那你這個code 我們在我們的教程上面 才有教你怎麼去compile它 那你compile它之後 它就會有一些 Build出來一些code 舉例來說 因為我是用oncc build 所以在cmac cmac oncc裡面 然後會有一些binary 你在binary 就會看到說 我Build了一些esample for example 就是有的是ASR 有些是image classification 然後有些是keyword spotting 那這邊是用uncompile build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也有這種gcc build 的 等於gcc build的binary 這樣在這邊 它有一些對應的soft 這個build出來的binary 跟這個aff檔 跟的map file 那有這些之後 我們現在就可以做這樣 就是說 假設 假設這個code已經build好了 已經是成功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執行它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執行它 OK OK 身為一個工程師 最怕就是demo出問題 所以 我真的好事 常有的事情 這玩真的有誠意就會 就會 就會 這樣 好 那 應該應該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就是我把 我前面這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我要執行的那個model file 對 這model file 然後後面就是 這個image classification 然後我去執行它 那它會pop out幾個視窗出來 它就會用一個local 5000這個pole 然後它會去執行 然後它會去執行 然後它會跑一個terminal的視窗 等它來一下 OK 好 這邊terminal的視窗跑出來 那我們先把它放大一點 看 就是說 它會去跑說 當我去執行起來 就是說它會帶到說 喔 開始去執行一個haway 這個haway 是什麼樣的 它是m5的r0版 然後它是再加上一個 就是U5的r0版本是什麼 然後它用的是怎麼樣的pray form 那這些就是比較偏haway的規格 那有這個haway規格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說 假設我要去跑一個network 我已經我的code已經寫好了 然後我可以告訴他說 我要跑的network是什麼 它是一個tensorflowlike microcontroller2.5.0的版本 然後它的input的大小是unt8 然後它就是224 或者是乘3 然後 一些它的一些data 然後它的output是要做什麼 然後 對 它的這個buffer size tensor andReno的size 是多大 然後有這樣的convinc 我們就可以直接執行 就是假設我要去classify 一個input 然後 這邊它就開始跑 就是說 我現在要秀的是這張圖 這張貓咪的圖 它開始run to inference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右上角這邊的這個cyclecon 會開始去激素 對 然後 等到它跑完之後這邊就會去秀說 它畫多少個cycle去執行完 那 這是一個比較 比較簡單的demo 那如果你要跑得比較複雜的話 一樣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based on 對我們這個裡面提供這個source code 你可以去改你要的 那改出來之後 它的resout就會告訴你說 你剛才執行這個model 花了多少個時間 它的這個對面的使用是多少 那 時間會有點久 是因為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一台PC nodebook去模擬一個hardweight behavior 所以 因為這個hardweight behavior 它是cycle accurate 所以它會時間會花的比較久 但是 是 因為你只做一次或兩次influence 它大概就是三分鐘 兩三分鐘的時間 那 做完之後它會告訴你結果 所以你可以在兩三分鐘之間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resout 那這個resout 其實不管你今天是influence 哪一張image 其實花的時間都是一樣 因為 對這個model來講 它只是 只是去 它的input不一樣而已 它的這個做的model 的behavior都是一樣的 那 我們等一下跑一下 那我先回到我的slide 然後看 先看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然後 等到那個跑出來的時候 我再回來跟大家介紹這樣 ok 那 看一下 我看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ok 喔 對 剛剛這個這個問題我回答 就是說一定 是不需要在PGA上 行收行工 Andreago的工程師薪水比較高 這個 Paul這個是 就是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 我相信 in general來講 就是說 在台灣來講 就是如果你是做IC設計相關的 都應該是待遇不錯 因為前陣子好像有公布的嘛 那個薪資排行嘛 那 聯發瑞育連勇 這些 東師的薪水好像都還不錯這樣 好 那哲文問說 APP可以調整clock frequency 很抱歉不行 因為它是 它就是一個虛擬的 所以它已經沒有辦法調clock rate 但它可以調是說 你的NPU 你的這個 它可能有不同的這個MAC的數目 你可能有32個MAC 64個MAC 128 256 這個MAC的能力是可以調的 但是CPU clock 因為 在這個APP裡面 其實 我們比較不會去看它的clock rate 因為它 基本上它是虛擬的 你就把它想像是 它就是in charging 所以 假設你今天 跑出來的數字 你可以 就是假設你可以 被想說 跑出來的cycle 的cycle 你可以再除上你的clock rate 你就知道說 它整體執行的時間這樣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只會調整它的MAC的能力 所以不會調整它這個APP的clock rate 好像跑完了 還沒 等它一下 它還在跑 那 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這個 應該 這個功耗可以估嗎 功耗用這個可能估的不太順 因為功耗它可能跟memory有關係 它可能跟你的這個使用場景 你的這個電壓多少有關係 那這種比較偏digital的評估 比較難做到 對 那 剛剛您提到說你對這個功耗的問題 是說這是一個 你們現在遇到的一個問題嗎 對 因為我知道 Edge運算 其實 對於功耗其實蠻在意的 對 對 因為不是每一個 不是全部裝置供電都那麼方便 沒錯 沒錯 我們有別的方法去判斷這個 那通常 開發者比較沒有做那麼多的介紹 但是我們有一些 就是 一些做 就是 就是電源分析的一些軟體 那它有點像是說 舉例來說 好像說 你的這個板子上面 你有VDDM ground 那VDDM ground 假設我去prop這個訊號 我就知道它在瞬間的這個 電流大小 就是我可以換掉它的這個power 它的這個power 那 我們有一個tool 就是on有個tool 比如說on有個tool 它可以把這個performance 就是電流的數字 跟你的這個source code 去做mapping 就你可以知道說 你在跑哪一個utilization 哪一個source code的時候 它的這個power是多少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去了解到說 哪些code 哪些層次 是power critical 它是花很多power去執行的 那 有一些類似的metology 可以做 但是在這該提到這些 這些 在這個face model上 是做不到這個 好 了解 對 然後 Rose問這個每一層loading the profile 可以看得到 那做法就是說 因為我們今天給的是source code 你可以去source code裡面 去insert一些debug的message 你可以去看這些information 那 但是要小心 因為你print越多 你會影響到這個 會增加一些overhead 那所以我們會比較小心 就是說你可能是 就要比較小心的去使用它 那on的CPU 像M5 它裡面有一些performance的register 你可以直接不用printf 你去讀那個tool那個register 你可以讀到 那你可以讀到像是memory的assess 像有 剛才提到有些 drun的assess assess count 或者是那個 一些這個 是 他是去讀intrush 還是讀memory 就是有這些data 你可以去看一下 對 對 那 喔 好像跑完了 喔 他這邊就跑完 就是說他 他判斷 他覺得最像的是這個tabby tabby cat 然後像的是什麼 那這邊重點就是這邊 他會告訴你說 他說 他花了多少個 ASI的bus的transaction read的transaction write的transaction 跟model waiting的transaction 然後他花了多少個cycle count 然後idle多少個cycle count 那這些數字都是可以再breakdown下來 就是說你可以 我們tool 你可以用這個source code 再去做一些breakdown 然後可以 提到更多details 就是說每一層類也花多少個cycle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介紹 那各位等我30秒去拿一下我的充電器 我的都不會快沒電 所以說功耗預估很重要 對 非常好 是 電腦好像越來越 因為他不是M1 M1就比較省電 對 奇怪話請教一下 你現在用那個window的那個subsystem WSL Ubuntu 你用到現在就你的工作範圍 有沒有遇到一些trouble 就是 欸 像 因為像我今天要裝那個CMac 那CMac其實現在有些比較新的版本 但是我的ubuntu你要另外去裝 他沒有在裡面 然後一些軟體上他沒有那麼的update 然後我都要自己去裝 那原本我覺得講說是用Microsoft的話 我應該就是全部他都幫我裝好 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 就是一些開發者的 DevOps用的工具都沒有在裡面 OK 效能我覺得還可以 那相對起來跑那個Virtual VirtualBox 我覺得我真的快很多 當然 對 然後 然後 是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聽聽 就是執行 執行上會遇到什麼bug嗎 執行程式 執行上 我覺得還好因為我沒有跑太多heavy 因為我如果跑比較大的project 我會用我另外一台電腦跑 所以這台電腦不太會做太大的project 好 那我應該請問大家就是說 也是奇怪的話 就是說假設今天大家都需要做這個Nimis 在Nimis環境做開發 那你們有推薦的notebook嗎 對 不是 不就是Dale嗎 Dale 新配的可以選配出廠 出廠就Nimis 但是那個效能怎麼樣 效能 效能 效能就 越新的越好 越貴越好 越貴越好 那你跑 如果是 後面要丟Scrib的話 你還是買傳統Intel 可是如果是Programmer 按Base的Programmer 我覺得M1應該會更適合 對 對 就是 對啊 就是 好 M1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題目 之後大家如果有興趣 我可以針對M1跟大家學 因為M1 為什麼很瘦到走目 就是因為它是 不是Intel的架構 這樣 我可以之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精妙之處 這樣子 想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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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但是那一堂可能 不能放YouTube 就是 就是 水果公司跟我們有協議 就是我們 Official不能講他們的東西 好啦 陳旺請你把那個直播關掉就好了 對對對 那個是 因為我也是M1的User 是真的 嗯 幾乎有時候都忘記要充電 因為不太需要充電 是 是 好 那DEMO做完了 剛才提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才跟大家在很快的溝通 就是一開始我們提到說 CPU架構是決定IoT 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去 Deport到不同 不同應用場景的一個重點 嗯 那 以這個 ARM這家公司來講 它比較強調是 可以有一個open的生態圈 讓大家都可以很容易 在上面去發揮自己的創造力 那不管你是有 有 powerful的AI 或者說你就是一個很標準的N3N4 你都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那 但是就是總是有人像剛才有提到說 我覺得我的AI不夠用 就算你 Codex M 就算你剛才DEMO那個M5U 它的算力還是不夠 我今天要什麼自駕車 或者我今天是要做電視上的這個 superless solution怎麼辦 那其實之後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這是一張網路上抓到的圖 就是說 比如說 有不同的板子 有的是那個Google的TPU 有的是RecipePi 有的是JesseNaro 它其實都是不同的平台 它可能比Codex M更powerful 它可能是插電的 它可能是有DRAM Polynis的 但是它 你會看到說 其實不同的model的performance 也有差別 那 很明顯看到是說 TPU 它可能在MobileNet SD MobileNet它效能很好 但是它在其他的這個model上面 它可能遇到一些先天的限制 它就是沒辦法跑 就是它根本沒辦法執行 那 RecipePi 它可能都可以跑 比較容易跑 但是就是它的效能會比較差 那JesseNaro 又是另外一種 就是有一個Bitwin 就是說 它也是都能跑 但是它可能的功耗 它的這個GPU的power consumption 會比較大 那之後我也可以跟大家針對 這種Segment 就是不是IoT的Segment 會比較偏向這個Ninus 或者是ReachOS這個Segment 你要怎麼做AI 然後你的策略要怎麼樣 然後有什麼有趣的 Open Source Project 你們可以去 大家可以去研究 那我可以跟大家再分享這個部分 這樣 然後 其實我對RecipePi 我是蠻有興趣的 那RecipePi的CEO 他最近有一個talk 然後他是一個podcast 那 那會後我可以把這個link給大家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聽一下 然後可以去了解一下 然後可以去了解一下 為什麼這個 為什麼就是明明說這個 這個blogcon就有這麼多精品 為什麼我 RecipePi他要自己做IC 他的這個野心是什麼 他的這個想法是什麼 那 我覺得 台灣的台灣的社群 可以多了解一下 就是 現在在這個歐洲美國 現在他們的這個 風潮是什麼 那 我很樂意就是把我知道 跟大家做多一點的分享 讓大家可以 可以玩得更快樂 玩得更開心 這樣子 然後 今天是我的分享 那之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他一些topping 然後 或者大家 對 對我的專業上面 有什麼 有什麼想要了解 我也可以 跟大家做一些 這個 討論這樣子 然後 大概是這樣 那 現在開放大家可以 問我一些問題 快樂提問時間 對對對 不用客氣 對 想問什麼都可以問 我看一下有什麼問題 OK 那個Jack有提到那個什麼 USD device OK 我其實沒有試過 就是我比較 比較沒有 真的沒沒 剛好沒試過 USB 裝上去會不相容 我可以等下 待會試試看 OK XPS是哪一家的 是Dale的 喔 Dale的 OK Dale他那個 那個產品 系列產品 也是 對 然後 那個 FVP的連結 我現在發給大家 這個slide 我之後可以寄給大家 就是我 我可能給洪奇 你可以幫我 Pass給大家 然後 我覺得是 這個 是還蠻有趣的 這樣 你這個不會放在網路上 或是說 連結 丟出來這樣子 喔可以嗎 我也可以 放在連結 網路上 然後下載 對 好 好 對 這一次 因為這個是 我參加過幾次 我發現 這個 這個 open source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特別是用一個 Google Google的slide 去做這個slide 對 對 我沒有那個小道消息 就是 這一次 日本那台 FUGAKU 那台超級電腦 是 是 用unbase 怎麼會一次跳 有沒有什麼 後面的好玩 是 就是說 這個 FUGAKU 這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在 我會這樣講 就是 亂拳達師 老師傅 就是說 它很 它的整合度很高 就是它可以不只放一顆CPU 十顆CPU 它可以放128個256個 那 只要你的software 能夠把這些task 很 很 很順利的depatch 到這些平行性的專制上面 它的效能一定會比singlesway去 去執行來的好 那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這個 這個MatiCore的架構 它一定在線電上面是有一些優勢 那 尤其現在他FUGAKU他做了很多運算 其實是machine learning 運算 其實他就是要一個平行化的運算 所以 我認為 這樣的趨勢 是 慢慢會變成supercomputer上面的一個 一個 顯學 就是說我用MatiCore去 集合在MatiCore 然後去做出一個夠大的 夠大的一個晶片 那 以CPU的architecture上面 它一直 持續去演進一些像是一些 machine learning相關的啊 然後跟 也就想說 原本你可能要花 10個cycle 20個cycle 去執行 執行一個這個convolution的一個Mac的 這個array的運算 但是假設我今天已經把它變成一個 instruction就可以執行完的情況之下 那個machine learning效能就會提升很快 所以結合這兩件事情 然後再加上這個護國深山啊 tsnc 它可以那個 生產出這麼高良率 然後再高製成的這個ic 那 那結合這三個 那我認為未來的趨勢應該會 supercomputer應該會慢慢 越來越多人做這個 這個方面的研究 那 像是 NVIDIA 或 TESMA 他們慢慢都會朝到這個方向 都已經看到他們有一些新聞在做這件事 對 對 背景 就是背景 就是背景 叫NVIDIA 要去買ARM 對 號稱 對 我沒有聽到什麼進步的消息 如果 如果 那時候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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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結果日本的這一台上來 欸 奇怪了 就把他們撂倒了 對 這個比賽就是不會停止 這有點像軍備競賽 就是未來還是會有人 會有別的架構去 去 去 去贏過他 這是沒有 這是無庸置疑的這樣 最好奇是日本 本來以為是歐洲會先做出來 是 對 然後 背景 這個是公司的 就是公司只要給一些背景 我就拿來用 對 然後業配 其實我沒有比較 對 我盡量就是不要講太多公司的東西 就是我都講一些 沒有 那個 那個討論是 是剛才是在討論那個 那個 M1 蘋果皮店這個話題 是 跟你沒有關係 剛剛我們這個很奇怪 我們最近的聚會很容易討論到那個M1 然後P5 也會不小心講說 我的筆電M1筆電 這樣 所以說 我們在 恩 應該沒有東西會賣給我們吧 恩 對 我不清楚 就是 就是 我們 我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恩的business model是什麼 那就是大概就是兩塊 一塊就是說 就是說你如果我們按的這個IP 如果你需要這個授權的話 我們就會賣這個RTL 就是這個IP的Design給你 那你可以用這個Design去做出你自己的chip 那 剛才提到很多公司 他們就會是license IP 那這是第一塊 那第二個就是說 當他做出這個IC生產出去之後 他可能要 我們會著收他權利金 就loyalty 那這個權利金 就根據他當初跟我們的 這個合約 然後他會說 每一次他有shipping的時候 他會有多少的 percentage 是要 是要付給這個 這個權利金這樣 那這是主要的恩的business model 那對Developer 或者是對一些software company 其實是沒有什麼commercial 沒有什麼business 就沒有什麼這個商務關係 但是就是 恩很願意去跟這些開發者 或者是一些社群去做了解 然後 就舉例來說好像是Arduino Arduino完全不是恩的客戶 但是Arduino跟恩的合作 非常緊密 然後像是RisbyPy 是他們是最近才是我們的客戶 那之前他也不是 然後像是 AWS 或者像是Microsoft 他也不算是我們的商務客戶 但是他跟我們的合作 是很緊密的 然後 下半年我們會開始辦一些 跟這個台灣社群比較 比較深入的合作 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follow這個 Arduino在台灣有一個粉絲頁 那大家可以去follow他 然後 我會請我們的那個Event Manager 就是會 有一些新的活動都會post在上面 然後大家可以去參考這樣 可以去關注一下 那 另外就是 剛才我有列幾個題目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或者是 你們比較想要聽到哪部分 那我可以 找個時間 我跟那個Meggy 安排一下 跟大家做介紹 大家會想要 聽的會是哪些部分 還是覺得太無聊了 不要講這個 看起來應該是覺得太無聊了 沒有 我是覺得 覺得你剛才提到那個什麼 那個 沒想到Arm他們 用那個podcast 在聊他們的未來的那個 的佈局 跟展望 是 我把那個link貼給大家 對啊 我覺得好像也可以 就是 也是有 有一次的那個 慢慢學 可以也許 大家可以 就 就所聽到的部分 然後去去交集跟討論 對 好啊 我覺得這個會 很有趣 或是有人要做導讀 什麼之類的 對 就是他們在聊些什麼 可以啊 這個 如果大家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我可以之後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我先把link貼給大家 好 那 那 Odin 你剛才提到那個是Arm台灣嗎 這個粉絲頁嗎 對對 OK 我把連結 貼得很大 好 謝謝 那大家會想要了解一些比較偏那個 比較硬的 就是這樣什麼 CPU架構啊 這種 這種 嗯 我們每天在用 但是其實不一定很清楚 他在這個架構在做什麼的 這種題目嗎 還是大家比較想要知道是 軟體開發要怎麼樣做這些 做這些 補歸名啊 然後或者是什麼 Duck 現在 在Arm上面 好 就是在Arm的Duck 也蠻蠻多Debug在做 然後 這個部分大家會有興趣 對 對 部分 就 看大家有沒有想法 我這邊補充一下資訊上來 OK 好 我把那個 那個 Podcast的 Link貼上上面 那大家可以去 聽一下 然後 嗯 還有一些 Brand Talk 就是有一些就是 比較偏Tech Talk的 那 那個 那個 嗯 那個可能比較 Prada介紹 那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的 生動 他比較是這樣 Promotion 那 我有些有趣的題目 我之後可以直接跟大家 用講 大家不用 每個都聽這樣子 OK 對 欸 那Odin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剛剛有提到那個 那個 他們用這種方法 在 在 推廣或宣傳 他們要做的事情 所以那個 現在一些科技的 產業也是都用這種方式 在 在推嗎 嗯 對 有像 NVIDIA 或者是像 Google Google還蠻熱衷 這方面 就是用純粹聲音的方式 在做 做 做聊天 或是做分享這件事情 對 對 有一些人會做 那 因為 因為他們 那些都是非官方人 那些 他部分是官方人 是喔 腦外嗎 官方人 有分決策者 跟非決策者 OK OK 那一塊 就是 就是 我剛才提到 有些公司 他會用這個 那個 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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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 那個大部分 都是 TN 或者是 所以這樣 他不是一個 他只是在做 introduction 或做 之類的 嗯 又啊 不是你講的那麼簡單 喔 你講的那個東西 已經不是在說 talk 已經變成宣導 或什麼 理念概念 不不不不 podcast 在西方 podcast 在西方人的世界 比東方還要流行 沒有啊 那有分兩種啊 我剛剛講的東西 官方是說 有決策者還是沒決策者 嗯 如果沒決策者 只是說 就像每家公司裡面 就是私下的講的 八卦聊天 那通常都屬於八卦系列啊 沒有啦 我說podcast 針對的是 influencer 他針對的不是那麼精準 他就是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你聽到了 沒有沒有 我不是在講那個 我在講說那個 因為宏奇剛剛是想了解 他們是不是 官方是不是很多 利用這個東西 在做一些 內部的一些東西啊 是 內部的disguise 就是內部真實的討論 或真實的角色 之類的 可是 事實上並不是宏奇想 這樣想的那個東西啊 嗯 都是討論啦 其實不是內部的討論 嗯 因為我會問這個問題 我是 就是 不管是從 podcast 或者是說 carval house 我覺得好像是 那個什麼 社群的一些討論 或者是說 那個不管是 商業或非商業 反正是要牽扯到社群的 那個 那個互動的話 我覺得好像就是 有點 那個 主流或是板塊移動 好像移動到 純粹聲音的 討論上 可是這我有個地方 無法了解 因為 因為主流純粹聲音 它有一些畫面的東西 沒辦法看到的時候 這個就有差不足的地方 可是還是很多人 往聲音 聲音的這個 這個 這個互動的選擇上移動 所以我覺得這件 這件是蠻奇妙的 特別是剛才Odin有提到 就是說 就是ARM他們用聲音 這種 這種廣播的方式 在進行的時候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蠻意外的 所以 就蠻想知道說 是不是 連科技產業也是 也是這種思考 就是往 不一定 科技產業我覺得它是 以商業產業來看 那就可能說它有個 電視廣告 平面廣告 網路廣告 運營廣告 類似像這種東西 嗯 了解 科技產業其實很多 不是 不是每一種 每一種公司都需要廣告的 嗯 了解 像我們公司是完全幾乎 沒廣告的 嗯 就 就 說出去可能 沒有幾個台灣人認得這樣 嗯 不好意思 好那剛才 剛才就 有提到一個 一個 一個題目叫做邊緣運算的100個應用 OK 這個 有這種東西嗎 100個應用 就是 硬要扯還是可以就是扯啦 只是說你要把它細分到多細 那應該 應該我想問很多問題說說 現有邊緣應用在市場上 我們看到它實際上應用的 比方說剛剛所提到的那個 停車場的那個車牌辨識啊 是 然後水錶啊 然後就是結合 舊型水錶 結合 那個IoT device這樣子啊 對 然後他們其他類型 現有已經是算是 比較完善 而且被應用到商業上去的東西 嗯 是有 只是說 可能 可能 我沒辦法就是很明確跟你說 有些 有些客戶他不太希望公開 但是 如果說你去找一些比較公開的一些資訊 像是 研發科啊 或者像是什麼 台灣像是 什麼 ADLINK啊 那他們大部分在講他的方案的時候 他都會講到蠻多AI的部分 那 我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比較 不擔心說 有沒有應用 而是擔心的是說 這些應用到底是不是很real的 那 因為現在太多人什麼都要講AI 但是 在做他們的市場上面 他一定會宣稱他要有這些AI能力 但是這個AI 到底可以帶給他多少價值 那 這個就是 每一個公司 每一個case會不一樣 那 手機我相信是一定要的 那 電視現在也是一定要 那 自駕車這也是一定要 那 比較不明確的會是一些 好像有可以 沒有也沒關係的那種 就是 那些一些應用場景 那個就 現在還沒有到那個Turning Point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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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類點 對對對 非常好 翻譯得非常好 Turning Point 對對對 對 對 那如果說大家有什麼想要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的話就不用客氣 然後 我們可以以後在社團上面多交流這樣 OK 好 謝謝大家 希望不要很沉悶 就是 我 下次可以看看要怎麼樣比較生動一點 就是 請大家都 參加之前就喝 帶罐啤酒來參加 好 就一邊喝邊聊 OK 今天36個人 對 對 36個人 是嗎 OK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然後就是我覺得大家可以多交流 然後我也跟大家學習蠻多的 然後剛剛有這些生物訊號 然後Jenny Payton用1D Conversion 對沒錯 這個如果是以這個EGS這種應用場景 其實你說它是Machine Learning 其實你不如說它是統計學啦 你只是用一些數學方法 供應它出一些特徵這樣子 那你一定要用 你一定要用什麼高階的Machine Learning Assessorator也不一定 對然後 後來我會share一下實話影片 我在研究怎麼去share 那破問到security 那我可以花一分鐘跟大家報告一下security 那IoT就是一個 它enable connectivity的能力 但是它伴隨的風險就是 你的威脅會從各個方向來 那你可能車子被人家hack 你可能IoT的裝置被人家hack 這都是有可能的 那加上這個Machine Learning Machine Learning它又牽扯到一些像是隱私權 假設我今天做這個智慧門鎖 我的這個臉的照片 如果被上傳到雲端 或者我的臉照片被人家去hack攻擊 然後被人家拿去別的地方做用途 這都是可能的 那現在我也看到蠻多客戶 他其實在乎的不只是Machine Learning的capability 他更在乎的是說你的這個contact 就是你這個data的保護 或者說你這個model的保護 那怎麼說呢 contact保護就是說 你今天在一個智慧門鎖 他在照這個照片的時候 他希望這個照片是被pact住 是保護住的 他不會被人家拿去盜佑 不會被傳出來的照片 會被人家拿去做這個歹徒 去拿去做這個做別的用途 另外就是說model保護就是說 現在很多的AI公司 他是在賣他的這個AI的model 他有一些很特殊的這個model的架構 或者他這個model的recipe 他的這個waiting 那這個model 他今天隨著這個IoT的裝置出貨了 但是會不會被有藝人 有新人是把這個model去download下來 或者去解開 然後去猜出他裡面的這個行為是什麼 那這都是一個現在一個還蠻重要的題目 在大家在討論的 那我會建議大家如果在關注這個題目的時候 也可以多看一下這個cute的問題 那這是好問題 然後只會問那個各家A級的AI加速器 哇這個是大題目 這個之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有些觀點 有些觀點其實每一個 畢竟大家都有自己的主觀意思啦 但是我可以就我知道跟大家做分享 之後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OK好那謝謝大家 那希望大家今天有收穫 然後我們可以在 在以後在社團上面多交流 嗯好 好謝謝 謝謝 謝謝Odin 謝謝Odin 然後如果 對對對Odin要照顧 感謝特別播時間出來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對於ARM有 有更多的那個資訊 我剛剛有把那個ARM台灣的 全世界貼上去 大家可以按讚去按最終 那如果特別有其他的想要敲碗 或成為下一個引導者 或是想要開有關ARM的那個題目的話 就歡迎在曼學提出來 跟HackMD提出來這樣子 對 也許你也可以成為下一個ARM的引導者 然後你把 呃你想要研究的東西或題目開好 那我們這邊也會想不定把Odin挖出來 先暫時離開你的女兒一下 先上來一起慢慢學 就是有人把題目準備好了這樣子 好如果 呃 反正有任何問題就再慢慢學 社團提出來 那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我們就 就互道一聲晚安啊 然後我們明天見啦 好晚安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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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晚安就又有人加進來 超糟糕 超糟糕 呵呵呵 又進來說晚安 對啊 八卦時間喔 我就是停止直播跟停止那個錄影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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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